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StableDiffusion最下面这些环境的更新 是如何更新的 那么随着我们StableDiffusion这些 扩展 插件的这些更新 那么它会对我们的环境 配置也会有更新的要求 比如说像现在我用的这个 InfiniteZoom这款插件 它就要求我们的下面的 这个Gradio 这个环境呢 要在3.23.0这个版本以上 之前呢我的版本是 Gradio 3.16.2的版本 那么装上刚才那款扩展呢 那就会报错 因为这个版本 因为我这个版本太老了太低了 那么想要更新 下面这个环境呢 我们需要Panson的命令 那么我把 CableDiffusion 创建虚拟环境 Panson虚拟环境的这些命令呢 我都给收集到 我的这个V里面 大家可以关注之后呢 然后进行 查阅 我们使用这些Panson命令呢 就可以更新 我们CableDiffusion 的依赖包 和库 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 Touch 2.0 加 Cuda118 还有X Farmus Gradio 这几个呢 我们都可以自己 你想用哪个版本 就去安装哪个版本 和更新哪个版本 那么这里呢 如果大家 大家知道命令 但是不知道如何 它是怎么来操作的 怎么来更新的 我现在来给大家说一下 那不管你是整合包 还是 用原代码下载的 他都 他都会有一个虚拟环境 如果是整合包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 Venv的这个虚拟环境的 如果是你是原码下载的话 他有这个 Venv 这个就是虚拟环境的 文件所在 如果打开这个文 文件之后呢 打开这个 这个 Seed Packages 这个文件里面装的就是 我们的环境库 你要更新和安装 任何环境呢 都安装到这里面 我们在平时在安装 的时候我们输入 CMD命令 去安装一个 酷 那么他将安装到我们这个 系统的默认环境里面 他不会安装到我们 Seedable Diffusion的虚拟环境里面 那我们怎样怎么来进到虚拟环境里面来操作呢 我们就需要打开这个 Venv的这个文件 然后再打开这个 Script 这个文件夹 我们找到里面有这个 Activate Debate的这个 文件 我们可以双击打开它 如果双击打开它 打不开 它立马消失了 那我们可以用终端命令去打开它 我们直接在上面地址输入 CMD 然后把这个文件名呢 给它复制进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虚拟环境里面了 因为它前面显示了这个 Venv这个文件 这就代表虚拟文件已经打开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 PIP List 那么它将能够查阅 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虚拟环境 这个包里面的所有库 这个我们在系统里面 查看这个库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更新的就是这个虚拟环境的这个库 如果你像这样 打开之后呢 虚拟环境之后 你输入一个PIP的命令 它给你来 来一个这个提示 后面很多问号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需要去更新一下你的PIP了 我们输入这段命令 Tencent-m-PIP 去更新一下这个PIP 输入这个 这些命令呢 都会在我的这个文档记录里面 会都有这些命令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更新完这个PIP 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再输入PIPList 它就能正常使用了 比如说 我想更新一下这个Gradio 3.16.2 给它更新到最新版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 直接输入这个PIP Install Gradio 如果你之前 你之前的没有卸载 你输入这段命令呢 它会将之前的 老版本 给删除掉 给你更新到最新版 那么下面呢 它会把之前的版本给自动删除掉 然后给你成功安装Gradio 最新版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Gradio呢 这个版本 就是 3.28 那么我们更新 X-Firmus 跟这个Cuda 都是同样的道理 你只需要在这个中端里面呢 去输入PIP 输入PIP install 你要安装的 比如说X-Firmus 就输入PIP install X-Firmus 但是像这个 像这个Cuda118的它这个套件呢 2.0加118的这个套件 你要自己去更新的话 它大概率 是跟你这个X-Firmus 是不能进行配合使用的 那么我这里面有一个地址 就是 2.0 cuda118 加X-Firmus 一个连接 你下载好这个连接文件 就是这个 酷的这些文件 下载好解压出来 把这个酷里面的这些文件呢 全部拷贝 拷贝到你的 虚拟环境里面的内部 然后这个酷包里面 你拷贝进来这个酷里面呢 你需要把这个文件里面全部给它删除 然后把那个文把 这个下载过来的这个 酷打118的这个文件呢 全部给它拷贝过来 之前呢要全部删除掉啊 删除干净 拷贝过来之后呢 但是 它 会缺少一些文件 像缺少这个 Gradio 缺少Gradio这个文件 那么它缺少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用 这个虚拟环境 安装的这个终端 去把这个Gradio呢 去用PIP install给它装上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更新到8.0加裤道118 x farmers 然后这样的话所有的 他现在的环境都是最新的 如果你不想要最新的话 你就把这些可以给他 用终端呢 用PIP uninstall 然后加上你要 卸载的东西 卸载的酷 比如说x farmers 啊你给他卸载 卸载完成之后呢 你再去给他安装x farmers 那至于怎么 创建虚拟环境 啊怎么安装 Pensher库道指定目录 啊指定位置安装 还有这些怎么配置你的这个环境 用Pensher命令 啊我都在 我在这里面呢 收集有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命令 大部分命令是使用不到的 啊只使用了几个别几个命令 就是 安装啊卸载啊这些 安装卸载啊还有更新这些 啊如果这些提点啊如果你是 呃 整合包的用户呢 你是用启动助手 然后你给他更新完你这些 你给他更新这个酷呢 不是在这个venv里面 是在他的pensher里面 lips 然后找到这个sit package 他是在这个文件里面 但是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你也是可以自己自己定义虚拟环境定义到这里面 定义好虚拟环境之后呢 在这里面更新了但是呢 你用客户端给他打开 自动运行 他会提示 缺少这个酷 fas api这个酷 那么这个 问题呢 啊比较谨守 我这里 啊没有解决到他这个客户端了 他这个问题 那么 怎么办呢 然后就是 不使用你要更新的话就不使用这个客户端 或者等待 这个整合包的 开发者呢 把一套新的更新包给你 如果你不想下载他的更新包的话 那么你就自己去手动更新 那么就打开这个 web webuiuser.sh 这个文件 双击之后呢 他会自动更新 更新完之后 他都更新到venv这个虚拟文件里 然后之后你就是在这个venv的虚拟文件里面 去 来更新他的酷操作 那之后呢 就不用整合包的客户端了 你就直接用webuiuser.bat 就等于说你直接用了 圆码来安装了 就跟整合包没有关系 好了那么今天关于 StableDiffusion下面这些 更新酷 Pansom更新酷的这些 安装和配置呢 用Pansom命令的方法 我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有Pansom基础的话 应该会很好理解 刚才我所讲的 如果没有Pansom基础 基础的话 你可能会有点听不懂 好了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点击关注加森联 那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iks się ida